大家好 我是小花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呢又要對大家看的是我們升到61集之後的家園的新系統喔 所以大家可以從我們的這個體驗服的部分我在QQ區 我已經玩到了第31天喔 終於開放61集了 所以下面來看看我們的家園的新系統是什麼樣的呢 好了 家園新的系統在我們61集的話大約晚到31天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講來到我們的10集家園喔 就我新的這個苗圃的部分喔 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正在收看的你 如果你有成為我們這個家園的前19名的話呢 就會分到一個全世界地圖的府地 我在沒有花任何錢的情況下來到第18名 哇 相信在我們的這個TM月刀台服開服的時候 我可以去更前面 因為在這個體驗服的部分都沒有去花錢買家園的東西喔 根據我這個風景檔超級家園控的人 我是一定會去買的 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引導家園的部分 關於家園的苗圃喔 來到我們的俠客島喔 我在我們的這個開服之後呢 會有一個相應的影片是帶你如何尋找家具喔 尋找家具的方式有很多種 我只是用我最原始的那一種喔 這個部分呢在我們後面會發布 大家記得可以收看一下啦 苗圃管家說 既然等級到達10集以後 你就可以找我正式接管苗圃 開啟茶畫會的玩法了 黃色野花種子 白色野花紅色桂蘭種子 好多種子喔 這是我的地嗎 欸是欸 收穫 明日五點隨機生長 也可手動播種 喔它會自己長喔 喔好好喔 哇你會自己種 喔 我就喜歡自己幹活的 這代表種了整塊地嗎 喔沒有喔 已經種三個了 這是第三個 這還是空地嗎 還可以種吧 喔這邊還有塊地 蛤我們家地不會就這麼大塊吧 喔那邊還有那邊還有 喔 她的任務就我收獲所有的作物 然後我這邊種 等一下會不會又要去買種子啊 我記得在商場哪裡 喔這裡也可以收嗎 欸我家地好大喔 欸大爺請問那個 種子我一下子 喔 種子好像是在 市集裡面買 對對對對對 我還是有印象的 要種什麼 這個要怎麼獲得啊 出秀苗圃中種植的鮮花 可以獲得 喔喔喔喔喔 那我先把它收了吧 等一下再種 哇哇有了家園之後 我覺得連副本都懶得打了 多麻煩啊 我收獲了家園的許願術 每週一五點自動過 七可直接用家主 喔 家主 家園茶化費 茶化費 家園茶化費 欸為什麼今天狗異都奇怪 家園茶化會 我記得是要組隊五個人一起參加才可以的 然後 像上次看過一下攻略啊 好 哇好多果樹喔 這種樹有什麼獎重嗎 還有哪裡要收 這裡 我家好大 我家好大 我絕對是一任土豪 我家這麼大 這樣收完了吧 喔 收完了 好了我們把它來賣一賣喔 好了像我們之前有些副本已經打完了 會有這個幫姿的部分 不要賣掉還沒有生的 要命 好我們把之前打的雕像 可以換成我們的家園的物資喔 就是我們一些副本啊 28啊 42啊 那些副本已經 就是雕像升到一個程度 就是我們的戰力已經升到頂了喔 你可能會懶得去打 如果你的戰力允許的話 還是要去打 它可以換很多的家園物資喔 在不花錢的情況下 不花點圈的情況下 這是免費的 反正起來無事就進去掛機就好了 只要你不是隊長跟隨 然後你負責輸出 然後獎力都是你的這個錢 千萬不要偷懶喔 偷懶就沒有物資囉 偷懶就沒有物資囉 好了我們也要買出 我要去買種子 不然家裡窮 我們到市集的嘉賓商店 欸它有那個家具欸 葡萄架的製作方式 櫻桃樹 這看起來很漂亮買夠 我實際還是買種子 不然都不能種什麼 這個買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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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這個 買這個 喔 窮 我中 我中 嗯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 當年沒有種子的時候 它會隨機增長 其實也還不錯欸 就是如果你很懶的話 或是買不起種子 它還會長 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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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種子 蛤 這是開茶話費的喔 茶話費 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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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你這麼廢 喔 所以我現在沒有種子可以種啊 我就種了這個啊 我就種那個啊 天啊 臉丟光了 啊 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苗圃當中的種子情況 點擊苗圃喔 每週五五點刷新獎勵 那茶话会的话呢 需要我们有五个人组队 然后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就能获得丰厚的奖励哦 记得是五个人组队哦 因为今天是给大家来看一下 家园的升级描补系统 没有具体的可以给大家看到底有什么鬼 好了在下面的部分呢 我们茶话会的部分呢 就是要大家自己来去体验的 因为毕竟 这个在我们的台服开服的时候 应该还要蛮长一段时间的 大家才可以出去玩到我们的升级的部分 所以加油吧 60天后我们就能看到 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家园的部分 那个时候小话家园应该已经很复杂了 现在呢 大家能看到家园还不是很复杂 所以对好 整日不如撞日 我带你看看我家 这是我家的大门哦 我的诉求就是跟花园一样 就是这个其实你可能看得不太出来哦 可能飞起来也不见得可以看到 地上这个小荷堂呢 是一个花子 哎 家里面看到有个形状 它是一个花子 对 我在地上铺了一个花 这样子 但是看不太出来 可能在这个台服开服的时候 我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啊 好啦 这个夏日同却的冰块呢 就是我练法症的地方了 然后这个冰块要怎么领取呢 就是如果你是太白的职业啊 在我们的太白 就是你跟太白的亲密度的声望 到达我们的这个坐上冰的时候 它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很好耶 到时候要早点把太白那个升起来 我们每一个职业阵营呢 都会有这个声望 声望的部分都有这个哦 好 我家的发炎 这个地上的花花呢 也是要等到我们的这个等级生意到的时候 就会有了 不行 我要带你们从大门口看 这个布置完全出于自己喜好哦 你看我家进来都 满地都是花花草草 花花嘛 然后我家进门的地方 我现在已经有解锁新的装饰 我还没有装饰了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十几以前的所有的装饰品哦 欸欸欸 我家那漏稿太小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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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自己 自己积不去了 然后我家的大门 然后水箱 室内的部分其实我没有太认真状况 就是大概 因为我先把花园的重稿了 可是12等级的提升 我们所有的室内的画面呢 都会改变 会完全不一样哦 所以 我在大门口摆了一个澡棚 是不是你 偷看我洗澡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就是你 就是你 好了 在门口呢 他摆了那个吊篮的部分哦 还有晒衣服啊 晒画啊 就是我们进来 我们家仆人 你看 他这边可以看外面的风景的啊 可是因为我又没有窗户 看什么鬼风景啊 这个窗户又不通 好啦 这是我家进门的地方 我们到时候到别人家园都可以去读书 这是我的书柜哦 就是亲密度够500的时候 可以读他们的书 只要你没有读过了 这个书呢 是可以加我们的这个经验的 和加我们的展力的哦 所以大家自己要读满它 所以这个时候 家里我有很多小黄书的人呢 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师父家很多小黄书 都被人家醉了 因为好烦哦 好啦 这也是可以做的哦 好啦 这是卧室哦 当时设计是我的孙子孙女 跟我的卧室 所以比较复杂 这个床呢 是两个人都可以躺的 登登登登登 然后我老婆说她要睡这里 欸不对 安妮姐姐说要睡这里 哦 下来 你可以下来 你下来 好了 我准备了这个 诶 不是让你下来吗 动作这么慢 好了 这个对面呢 我设置了澡盆哦 很有意思就有豪华跟不好华的 然后我觉得大家在洗澡的时候 可能会肚子饿 然后就摆了包子啊 酒在旁边 然后可能就是忘记了带衣服什么之类的 我还摆了布料 这样就可以裹一裹布料就可以出来了 还准备了很贴心的楼梯 登登登登登 而且洗澡 还看外面的风景哦 我的澡盆非常的 好啦 这边也是有书柜的部分啊 我们所有书柜都是可以念书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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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真的摆倒了 好 对不起对不起 没看见没看见 好啦 这些有很多新的装潢的家具有显示出来 然后我都还没有摆哦 这里所有的家具不见得你每个都必须要摆下去 你只要摆你喜欢的就可以了 这个要俯视不然看不到在哪里 哦 算了 好了 这些我的卧室啊 客厅来到我们的后面的厨房什么之类的 我设 我设计是厨房啦 我之后开服的房间不会长这样 诶 我的书柜 诶 我的书柜 诶 诶 诶 我的书柜为什么都是白岛的 你看那个 这个白岛的书是要怎么念的啊 然后这才是正常的书柜 我现在还发现 然后我这里有一个卧室房 就是当时以为说这些全部都要摆出来 然后那个风水才会夹 所以摆了一大堆哦 现在不要你了 就是一开始玩家园的时候 我不太知道这个东西就是 什么可以摆什么不可以摆什么的 觉得不摆可能不行 我们摆个梳妆台吧 不然有点丑 好啦 书房还是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了 为什么在玄关都有一个这个屏风呢 因为风水的关系 就是不要开门就见到什么鬼 什么鬼不太好哦 然后这个我本来想要设定为茅厕的 后来变成酒房 我这是什么神奇搭配 啊 完蛋了 这个锅灶 我还搞反了 为什么给你们看家人 就看到我家乱七八糟 要摆好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吃的喝的怎么能放地上呢 诶 它这是一定要盖它吗 没有吧 它不让放啊 算了 就放上面吧好了 诶 这个为什么摆这里 诶 我跟你讲 用俯视的方式来看家具哦 就摆的真的是歪歪的 对不起 我喝多了 把这个东西放在地上 我给它摆好一下 好了 当时真的是以为布置 要把它全部都布置哦 所以就摆到处都是了 现在知道已经不用摆这么多了 哇 我这边还摆一个装饰 现在你知道不用摆这么多了 稍微可以 挪一下这个位置 不然真的太丑了 就是在进门的地方 我还是会放这个 我们的屏风啊 真是有必要 这是风水问题 不要说我很邪门 这很现实 诶 真的当时真的以为 一定要摆满这些东西 然后就摆了一堆 不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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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像我这样子 诶 这个鸟笼还歪了 用俯视的方式摆东西 真的是歪歪的 有客户端就好了 用手机按得特别难按 我这到底摆了什么 好了 大概就是我们家园的内装了 这样子了 这是我家 然后这外面是可以出来的 我摆了一些这个可以做摇篮 但是摇篮是做不上去的 不知道为什么设计的时候 它不可以做上去的 然后这四个座位大家可以来打牌 然后呢 这个摆了这个桌子 没有摆吃的哦 这个是不可以躺了 就可以看外面的风景啦 好了 这是小花的家 希望我们可以在台湖相遇啦 今期是关于家园的部分 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赞小巴 并且开启小铃灯 下期再见啦 记得哟 在我们开服的时候 小花会来公布我们关于这个 成就系统当中的这个坐标大权 我会陪你一起找寻所有的坐标 一个人找特别的无聊 有我就好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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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